大家一起製作圣诞装饰 欢迎收看GG11分享德国生活 就来到圣诞节了 我们是德国的朋友 都开始准备装饰他们的家 准备庆祝圣诞 这个星期日 刚刚就是Evanside的第一日 什么叫做Evanside 原来中文是耶稣降临节 这个节日本身就是基督教他们的传统节日 但是德国就将这个节日发扬光大 这个节日的庆祝方法 就是在圣诞节前四周 每一个星期日就点一个蠟燭 直至到圣诞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就告诉我们 哇!耶稣快来降临了 OK! 但是呢 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 就是和大家一起製作圣诞装饰 因为我本身就想在超级市场 那么随便买一个圣诞装饰就算了 谁知道一个最便宜的都要10欧 接着我就突发其上 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可以做 例如这些叫做虫果的东西 在我家旁边就已经可以找到 虽然一般超级市场卖的 就会比较大 因为他们是自己私家中值的 但是这些小的 我觉得放在家里就比较方便 可以一次过放10个以上 Hey! Stop! 这些叫做什么? 圣诞树 圣诞叶 这样 这些通常在亚洲或者其他地方 一定要在冬的地方才可以种植到 去到差不多10月底的时候 这些的树木就开始蓬勃起来 那我就先开始察觉到它的存在 那我就有找到两种不同的 这一种就是没有果实的 这一种就是有果实的 但是拿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些的果实呢 很容易会被压碎 压碎了就会弄到整个袋都湿了 现在就突发其上去一个公园 找一下有没有我需要的素材 那现在呢就收集了其中一样 那现在呢就找那个叫做瓶果 和那个叫做一块比较美的木 我找到一些小的小小小的 这些都可以用来做替代 有没有 全部都可以用来做 这些就是因为白色的 其实我没有用过白色把它做到 大家会看到 这些白色的 就是它本身的树生出来的颜色 看看吧,這個是聖誕樹 還有一些叫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但看上去就好像五角星一樣 還有一些這些果實 紅色去點綴它 我再撿了一些黃色的枫葉 這些就已經是 掉落地下了,可以隨街可以撿到 我在家找到一個水果盤 這個水果盤的大小其實是剛剛好的 木製的托盤剛剛可以放到四個蠟燭 我就把那些葉放下去 好像有點大 所以我可能需要用到剪刀 把它剪小一點 但我試一下把那些最大的放進去 做一個托盤 讓它整個芫生會更漂亮 可以幫我幫忙嗎? 可以幫我嗎? 可以幫我嗎? 這是重要的 相信你嗎? 還是可以把它切開嗎? 切開嗎? 太困難了 我可以開開嗎? 我可以幫你拿去 我可以把芫生剪小 剪小 就可以讓它整齊 一二三 三個分枝就差不多夠了 就讓它們全部都是貴一點 這個時候我就把蟲果放在旁邊 把蠟燭中間承托著 其實蟲果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有一些是長條形的 有一些是像這一種大一點的 我會用這些白色的樹皮 我會用這些已經掉下來 或者放在旁邊的樹皮 所以我完全是很市民 我撿這些葉子 就讓它增加多一點黃色的顏色 讓它沒有那麼單調 把蟲果放在底部 可以承托 然後再把蟲果放在底部 看到嗎? 太中間了 本身是第一個 四個蠟燭放在底部 是非常漂亮的 四個蠟燭 好,我把下一個 把這些葉子修剪出來 好,現在就準備到這個程度了 把蟲果放進去 盡量放表面一點 因為它們比較小 還有跟盤的顏色差不多 然後就把那些 剩餘的蜂葉再放一點 做襯托 可以不夠的話 可以盡量放一些 角位 這樣就可以遮住 直線的部分 我個人不太喜歡有直線 有角位 所以我就會把它遮住 剛才還有的樹皮 我就把它放在中間 把那些小粒少少的蟲果放在空間 因為太大粒 反而落差太大 美感太大 不漂亮 我剛剛好彩 撿了少少這些 比較小粒 又長又煎的 這些就可以放在那些辣塊 做這些紅色的果實之後 最後 聖誕老人 好 我想 基本上已經大功告成了 沒錯 這個就是教大家 生活在德國的時候 又想有聖誕裝飾 又不想花錢的一個方法 非常之實用 我自己其實也是 今年第一次做這些裝飾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其實也挺有藝術天分 好了 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影片呢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好留言 和分享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的影片更新通知 好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呢 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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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essive 臭 臭 喝 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